每一個東西都是1.5公分寬 你有可能是2公分 有可能是3公分 甚至有可能是4公分 那要看你的圖形的大小 像我這個圖這麼小 你要用很寬的話 1公分 你看啊 我包好 遮好 1公分 那我這些東西全部都被這些被線遮住 所以我選擇1.5公分 遮3折 所以我弄好以後 我就用這個骨棒 我的習慣是用一個骨棒 因為它要 要折 很難折 然後呢 我大概就是先把一邊刮進來 比如說 我用掉了 因為1.5公分是3公分 大概就是0.5公分 可是你要知道我們布是有紅分的 所以當你是用0.5公分下去折的時候 好 你看啊 像我先用0.5公分 我會這樣刮 這一條狠 你看 它狠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你就很好拗啦 好 它就會 在這一面就一個凹槽 然後這一面 因為是0.5嘛 你就把另外這一面折進去 燙起來就好 把它這樣子弄過來 電影等我燙過以後就會長這樣 好 長這樣以後呢 我有說過嘛 因為我們比較客難嘛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說 你要去買那種膠 那種麻煩 而且我這麼吸那個膠 因為那個膠剛好卡住 我比它還粗 但是你看喔 我這樣子是不是會亂動的 好 因為我找不到牙籤磅 通常是木頭那種 那種剃牙的那種 那我就拿我家做的啦 然後後面有尖角的 有尖尖的東西都可以 那我們一般我是會去買那種 那個叫什麼 樹枝膠 那種白膠 對 不是口紅膠 是白膠 可是我發現口紅膠其實也可以嘛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去買 就是用這樣有沒有刮它上面這樣刮一下 好 你看齁 那我現在是擺給你們看嘛 好 我先拿起來齁 那我這個呢 我就是先從這邊幾個點 不要點中間喔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 為什麼不要點中間 中間如果你點了 你知道我們的膠乾了以後會有白白的 你知道嗎 我們的膠乾了以後 它會硬硬的 所以你到時候你點到中間的時候 那個我們不遮不住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它會有 乾了以後會有一個痕跡白白的凹下去 有沒有 我們的藍寶樹枝 因為會貼住 貼布會貼在那個地方 就變好像有蝦枝 好 我先大概啦 沒有完全弄完齁 然後你就這樣你要黏上去 它就黏在布上 你看它就黏在上面了 有沒有 然後這個一樣 這個齁 你一樣把它黏起來 弄上去 這可能比那個貼布很快多耶 當然 那效果不一樣啦 對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會一下 下下禮拜會發布給你們 發一層那個底布給你們 然後你貼完了以後 我還要再講 來 我們看一下 你貼完了以後 你是順手這樣貼完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假設我現在都已經貼完了 好 那貼的時候這邊也是 這裡也要 這一個是幹嘛用的 這個也要 綠色的 那個膠嗎 這裡也要 這裡也要膠 你這一面 等於說你貼了底對不對 這個上去以後又是用膠 又是貼好是不是 貼好是不是 對 那我剛才有